这家店 没想到这家店还在 我知道的店本来就不多 也是 当时你就没有带我去 吃过几家厢的 便宜你了 记得挺清楚 这是什么 大事年表 你不是没时间吗 多确写的 你写的大事年表太普通了 都是写所有人 都能查到了历史时间 但这种游戏得有猎奇感 需要更多细节 我整理几本电子书 还有轮带账的帖子 包括一些野史画边 野史 那我最喜欢看 我是用来给你学习的 不是用来给你八卦的 你平时也不怎么玩游戏吧 我上次玩游戏的时候 我还是 你告诉我 你上次打游戏 我还是是过河死 游戏 三次机会 没死我就去造奇 我还找了几个 类似无敌武将的游戏 安装猫都在鱼盘里 明天是周末 你别去公司加班了 好 花时间好好玩吧 好 找找感觉 好 找找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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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子一跃就出头 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大能力 你说两句好话会死啊 所以你准备好跟高杰宏开战了 嗯 无敌无将是我们第一颗子弹 上点心 知道了 老板 来一个二锅头 等会儿 你要喝酒啊 对啊 庆祝一下 对 等会儿 酒别上 为什么 你管这么多 谁让你喝酒的 要你管 酒别上 钱我不会付的 拍不给我给 上吧 二位 我 到底听谁啊 听我的呀 我是组长 上吧 老板 谢谢啊 庆祝一下怎么了 其实你不用送我 缺点酒算什么呀 那我在国外的时候真是 在国外就学了这儿了 在国外就学了这儿了 这跟国外没关系 我是被你带坏的 我第一次喝酒 还是你教我的 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打游戏 第一枪无敌赢将 第一次拼命 正好 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只不过是从说中文 变成说英文 菜难吃了一点 上车吧 不了 我自己走 那你小心啊 注意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啊 喜欢跟自己较劲 吃药可以缓解焦虑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啊 你不用那么在意 以前的事情 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 李徐 高建宏有句话说得对 一个人是爬不了山的 你不能低头 我不宜许 李徐 李徐 给你介绍一下 朱组长的朋友 知名画家 田修淳 著名的 认识 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身闷气 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 到底有没有跟那个花家在一块 我问他 你让我问他这些 怎么问 是谁啊 谁啊 兄弟们 你帮我开一下买饭 哦 好 来了 谁啊 没人 喂 郭总监 我到楼下了 没有耽误面试吧 好 我们把车上来 好 我们把车上来 朱小姐 这么巧 好久不见 巧吗 你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给你个建议 离我远点 你不用这么抵触我 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 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 听不懂是吧 我这坑蒙拐骗也好 饿死街头也罢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 和了不起的简历 有多远过多远 明白吗 实话告诉你 早在大学时期到现在 我就一直期待和李勋 来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这场较量的结果 一定会非常地惨烈 就算李勋再做错了什么 至少他对你一直是真心相待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给任何人机会 永远无条件地站在李勋那边 相比大学四年到现在 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折磨 这一刀还远远不够 你赢不了他的 你赢不了他的 三年前 我就已经在等着一刻了 我要的不是钱 也不是一家公司 我要的是尊业 我失去了 我失去了 他都得还回来